欢迎来到游戏人笔记 如果你觉得这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按赞订阅及分享 这一次的每月一书呢 我们来讲一本刚刚好的剧里 就是关于 父母怎么面对青春期的子女 那Sophie呢 现在11岁 正是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 身为爸爸呢 我自己以前青春期的经历 当然不太适用 因为男女又不一样 所以我就去逛逛网路商城 看到这一本刚刚好的剧里 于是就买来看一下 不过我发现和我相反 这个作者尚瑞君是妈妈 他有两个青春期的儿子 而我是爸爸 是女儿要进入青春期 不过这一本还是有蛮多 值得参考的地方 而且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青春期的时候 那我儿子以后长大 我也可以拿来参考参考 所以呢 这本书其实最适合的是 有两个男生的家庭啊 那我们过去认知的青春期呢 是12到18岁 但是现在小孩子营养充足 资讯接收多 大部分10岁就开始进入 情绪上的青春期 也是许多家长和小孩冲突的开始 书里面有一句话呢 事实上所有的爱 以聚合为目的 只有一种爱 以分离为目的 就是父母对小孩的爱 写的很有道理 小孩离开家里前呢 总是会长大要独立嘛 这个转变的过程呢 他们其实不是很适应的 我们也不适应啊 那纵使各位家长们都经历过青春期 时间久了 我可觉得 也或许大家印象模糊了 事实上我觉得青春期的小孩 就是矛盾两字 一下子发怒 一下子开心 想当大人 却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 舞台感很重啊 书里面说呢 就是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们 这里也体现了这种 你在街山看到这些 青少男少女 他们都在那边弄头发 刘海啊 在那边剥 明明就一模一样 还在剥刘海 那这个我能理解啊 毕竟当初我们也是在那边 发焦啊 什么那边用 用半天才上学 书里面呢 有一个段落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青少年骂脏话这件事 让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啊 拍照都要比中止 然后讲没几句话 一定要骂一下脏话 看到这个书里面 那边写的原因呢 终于了解为什么 写的蛮有条理的 第一个就是想要同伴的认同啊 人家讲也说自己也要跟着讲 再过来就引起关注啊 觉得自己比较特殊嘛 过来就是挑战权威 青春期的小孩 势必就是看不爽大人啊 或是看不爽这个社会啊世界 再过来就是发泄情绪 这个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因为那时候念书压力大 所以句句打中 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一个过程啊 所以现在出去吃饭呢 听到有人骂脏话 我就会问小孩子 他们觉得怎么样 那我自己以前的行为 我也会跟他们讲 其实在大庭广众下 这样骂脏话呢 的确是不好听的 可是以后他们长大呢 那种朋友间的小脏话呢 我觉得其实就和书里讲的一样啊 就是父母就轻轻飘过吧 像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立场 叫他们不要骂啊 自己以前时候骂那么多 整本书呢 可以看到妈妈对两个儿子的爱 那作者也很强调 要沟通啊 冷静 陪伴的重要 这个时候呢 不禁让我想到 许多亲子作家 包括这泽霸啊 陈志恒 他都提到过的自我觉察 因为我们当父母的 毕竟比较成熟啊 比较理性一点 总是要担任自我觉察的角色 不可能跟小孩子在那边闹脾气吧 如果闹脾气 就是最后就会 蛮惨的 我们以前讨厌父母管我们 那我们怎么会想要说 要完全去控制这个青春期的小孩呢 你叫他干嘛 他就干嘛 怎么可能 我们自己就做不到了 青春期的小孩想当大人 想要当老大 所以他们很多秘密 其实也不会跟家人说啊 因此 如果他们会主动跟你聊学校的事啊 朋友的事 甚至说 谁对谁有好感啊 千万要把握机会好好聊聊 我只要听到他在讲呢 我大部分会停下 自己手边的事啊 或者是说 至少会看他一下 表示有在听啊 不要一口否定说啊 那个又没什么啊 或者是说没有好好听他们讲 然后一直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这些呢 其实都是讯号 关系建立好的时候呢 他们在学校遇到霸凌 或者是什么委屈 不公平的对待 他们就会跟你讲 而且有时候 其实他每天的那个表情啊 或是他讲的话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 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看这本书呢 虽然是有收获 但总觉得妈妈对儿子 和爸爸对女儿 还是有差啦 差在这个呢 妈妈中就感性多一点 毕竟是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嘛 那男生和女生的青春期 不论是生理上 或是心理上 还是差蛮多的 最后呢 面对这个时期 别扭的小大人 我想要将书中的一句话 给各位家长参考 我自己本身也是常常对小孩说这句话 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就说我都在 也就是说 当家里的大门 随时对小孩敞开 他们在慢慢踏入这个快速又竞争的社会 这个过程中呢 会更安心 那也会和父母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最最重要的呢 就是和父母维持了这个充满爱的亲子关系 来面对这一切 希望这一集对这个家中有即将迈入青少年 或已经有青少年的小孩家长们 有所帮助啊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 欢迎按赞订阅及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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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